第一个转列点,在西元1860年,两次英法联军攻打清朝,因清朝战败而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,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,即被迫开四个港口与列强通商,台湾北部,基隆,护尾,就是金鱼的基隆与淡水,台湾南部,安平,打狗,以及现今的台南与高雄。 由于开港通商的关系,列强的洋行、领事馆与传教士及此进入台湾,使台湾得以接触。 京市的西方器物及文化,然而既然是被迫开港通商,列强所要的就是经济资源了。 当时台湾经济作物三宝,这堂、茶叶、章脑,就显得非常重要。 也因茶与章脑分布多在北部丘陵地的关系,经济重心渐渐由南往北移动,其中也慢慢形成一些当时的新市镇, 例如大道城三角永三峡,大坎大西。 咸菜窿、关西、树起林、竹东、积极等地基本沿着省道台三线走。 当中有老街观光景点的城镇大多与此有关,第一次转列点所带来的影响。 19世纪开始,以英国为首的列强,打开清朝长期闭关自首门户。 台湾因为航运位置优越,物产丰富,成为列强有意占领的目标。 然而,也因此让台湾重新站上国际贸易的舞台,在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前,台湾于河西时期及明镇时期,可是早就是国际贸易舞台的成员之一呢。